嗨,我是剃桃色小明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囉 那今年是 現在是豬年 祝大家豬年行大運 有沒有看到我特別為了大家佈置了這個景 沒有,我跟人家解的 因為它這邊好過年喔 趕快來接一個過年的景 拍一個賀歲的影片 那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沒有什麼新的願望 像我就有很多小小的願望 就是今年呢,我要去 我覺得每年其實都會給自己一個目標 好,那我今年的目標最少就是 今年要出國,然後去幾個國家 漸漸試面,然後多多去走走這樣子 因為我去年做了別的目標 我基本上都算是達成了 那我今年設定的新的目標就是在 學習什麼,把影片做好啊 然後出國散心走走 然後給自己不要那麼大的壓力 那是騙人了 因為通常說不給自己壓力 通常都還是給著自己很大壓力 好像好像豬一樣,超可愛的 好,然後呢 我們今天還有一個主題 就是設計師最討厭的六件事 然後這六件是我剛剛 我早一點的時候問我同事 他們最討厭的是什麼 然後我覺得有幾項啊 就是我自己不太理解的 就是六,第六件跟第五件 就是第六件是穿帽梯 然後第五件是滑手機 然後原因是因為他們說 如果你穿帽梯來的時候 就是很容易沖水會沖死你 而且可能帽梯很厚啊 就是你沒有辦法塞住這樣子 反而就把你用濕了 這樣我們就覺得很不好意思愧對大家 所以就覺得 喔,好討厭可能戴帽梯 然後呢,還有第五件是滑手機 我想說,怎麼會滑手機不是很正常嗎? 現在人不滑手機還叫現在的人嗎? 然後,好激動喔 那他們就說 因為如果我們在操作 比如說上藥水或懶頭髮的時候啦 最慘的是剪頭髮還拼命這樣滑手機 應該沒有人那麼白目吧 就是瘋狂這樣 到底要滴去哪裡 然後就只能請他把頭抬起來 然後呢,我覺得 第六件跟第五件 第四件我也其實不太理解 就是頭動來動去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我可能會請客人好好做好嘛 因為我真的剪頭髮會請客人好好做好 因為剪頭髮很重要 不要動來動去 那有的人就不喜歡 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因為我們必須希望把你的頭髮用好 所以就是你在操作的時候 如果你動來動去 在那個短短的十分鐘 幾分鐘裡面動來動去 其實是蠻麻煩的這樣子 也怕你就是 可能膀膏沾到衣服啊 或者是說 如果你是在燙頭髮加熱捲子的時候 那個燙會 不小心那個電線沒有鬆弱 然後就沒有加熱到 你就會浪費你更多時間這樣子 嗯... 我覺得那個燙捲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就是燙捲那個溫碩捲很熱嘛 那基本上我們都會幫你顧好 可是呢 動完東西那個電線鬆弱 就要花更多時間 那個真的我自己也覺得蠻麻煩的 然後還有就是沒禮貌 欸我覺得沒禮貌跟前三名有點像在不尊重別人 可能就是沒禮貌啊 約了不來啊 還有遲到 我覺得這三...這三項有點像不尊重別人 因為它有連帶關係 沒禮貌就是 嗯...你對別人不禮貌 其本善你得到回應 就是不禮貌的 因為我覺得現在不是說 嗯...你去...我們是消費者 到店家就應該很了不起 我覺得那會顯得自己家教很差 所以通常我自己如果去消費的時候 我通常不管店的臉多臭 我都會這樣 你好 我就會這樣微笑 因為我覺得如果這樣在他微笑 他心情應該比較好一點 或許他可能就是 也會對我比較友善一點 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基本的禮貌 然後還有約了不來 我覺得約了不來是 除非你真的有事啊 不然的話真的是 嗯...我覺得他們約了不來 應該是說 你預約了 可是你要取消 好...你並沒有告知 然後就是... 不告知別人其實... 其實蠻不尊重別人的 所以我覺得這前三名 都是在講不尊重別人 就是說 欸...我有事 真的很不好意思 那我給你取消預約 其實你一通電話或一個訊息 跟人家告知一下 也是比較好的 對啊...畢竟我們還是要尊重別人 然後...還有一名就是遲到 嗯...遲到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遲到的話 可能要發個訊息 可是聽說很多人遭遇過 遲到是... 一遲到是... 兩個小時以上 兩個小時... 真的有點太誇張了 應該是完全睡過頭吧 好啦...不知道你中了幾件呢 像...我自己是覺得... 嗯...應該是不尊重別人的關係 其他的總結就是不尊重別人啦 好啦...我們還是要多多好好的提升自己的素質 因為我們想要要求別人對我們有同等素質的同時 我們就要先給... 給予對方同樣的素質喔 這樣子我們就不會遭遇到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了 好...那希望你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那如果你有什麼故事的話 你也可以歡迎你在下方留言喔 那如果你有喜歡我今天的影片分享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r IG 還有... 嗯...粉專 那我在高雄 如果你想要找我用頭髮的話 你就可以透過IG跟粉專私訊魚唷 那下次見了 新年快樂 掰掰